我們最應該要保障的就是學生 我們最應該要保障的是教職員工 我們也要保障的是說 這個長年累積來自於國家的公共的教育資源不會被私人拿走 這些列管的學校教育部應該立即的 在他董事會無法限期無法改善他校務時 校務正常化的情況底下呢 他就要申請解除董事職務 以這35間教育部刷地的35間學校 他沒有公布名單 所以我們只是按照學生人數 包括像是還有像註冊率 以及學生人數減少的比例 我們去綜合比較 當然我們今天不會公布這個名單 因為這不是一個確切的數字 所以我們這樣出來對學校也會是一種傷害 但是我們去推估這35間 我們自己按這個比例去算出來的35間學校 光是這35間學校的校產就有1200億 就有1200億之多 所以我們看到說吳思華說 現在有35間學校在輔導列管了 並不會讓世衛大總感到安心 反而我們最直接想到就是 他所謂35間學校輔導列管 換句話說就是在未來的期間 會有1200億的校產落入董事會個人的 就是他可能基金會或者是各種的社會單位 放任學校董事會 把所有的老師學生全部都趕走 然後呢學校的董事會反而繼續存續 換句話說我們都以為永達倒了 永達確實倒了 永達的老師跟學生都被趕跑了 但現在永達唯一還沒有離開的是誰 就是永達的董事會 他們還繼續存續著 他們還繼續掌握有這15億的校產 他跟董事會說 你現在有15億的校產 我讓你有3年的時間 好好的來運用這些校產 看你們要怎麼轉型 講轉型是好聽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隨便再去弄一個其他的社福機構啊 可能是養老院啊 可能是月子中心啊 不管 總之你就提出一個 看起來冠冕堂皇的這個轉型政策 看起來像是對社會有利的 這樣子的一個社福機構 那你就可以把這些學校的校產 統統轉移到你們後續想要成立的 他甚至可能可以進行一些 獲利行為的這種所謂的社福機構 他光是在20年間獲得來自國家的補助 其實也有高達10億之多 這只是來自國家補助的部分 當然我們還知道說其實私校主要辦學 他的財源是來自於學生的學雜費 換句話說 永達這樣一間學校 他的財務 他的主要總資產 他的累積可能是來自於國家的補助 來自於學生家長的學雜費 但是這樣子累積而成15億的校產 為什麼在學校停辦之後 老師的薪水都還沒有辦法拿到 還要靠去打官司 現在都還在訴訟之中 學生隨便的就被趕到其他學校 甚至有可能因此而中錯 但是為什麼一個來自公共資源 15億的校產 現在還可以繼續掌握在永達的這個手中 大華科技大學的學校 在明明沒有經過教師的同意的情況之下 就惡意的 就片面違法的 將老師的學術研究費 打到剩兩成 打到八折這麼多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教育部對外的回應是說 我們有對學校開罰了 然後呢我們有跟學校說 你這樣做是違法的 我們也有把大華輔導了 作為我們的輔導列管名單 但是我們跟學校的 老師詢問的情況之下 他說對啊 教育部好像真的是有發個公文啊 那學校怎麼做呢 學校照樣打兩折 他們到現在還是只能領到 兩成的學術研究費的薪水 我們真的覺得很懷疑的就是說 明明教育部他自己也知道說 大華的董事會做錯這個違法解薪 其實是已經違反捐助章程 也已經違反了法令 在這種情況之下 明明教育部可以按照私校法 他可以進行向法院去申請解散 現在這個有問題的董事會 那去派助新的公益董事 好好的來從整這個學校 這才是真正的輔導 但是教育部並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他所謂的輔導 我們認為他就是放任 要讓他加速倒閉 吳士華說 學生不必擔心 雖然學校有退場壓力 教育部會保障私生權益 協助轉到其他學校 我想請問 部長你還要再繼續騙人嗎 高通跟詠達 學生跟老師的下場如何 我很想問一句 部長你能拿得出來 這些轉學的學生 錯學歷有多高嗎 這些錯學的學生何在 錯學的原因在哪裡 你把一大群在屏東就學的學生 把他移到了其他各地 甚至跨過了高屏西到了高雄 他怎麼生活 他怎麼繼續求學 教育部完全沒有列管追蹤 這些臭學的學生 任他自生自虐 這些學生來練技術體系 或者是要考照 他的權力誰來維護 他的受教權誰來維護 第一個就是 不論如何 現在的這個董事會 被教育部輔導列管的這些董事會 其實教育部的那些指標 有很多也很明確的說 可能包括說像是有些違反法定 或者是說他有一些重大的財務危機 或者是說他其實 因為一些財務的缺口 導致說他實際上已經無法達到 捐助章程的這個設立的目的 那我們也在強調說 按照私校法第25條的規定 在這種情況之下 教育部原本就可以向法院去申請 解散既有的董事會 所以我們認為教育部 你要解散現在的董事會 你要重組新的公立董事 那之後我們才能夠確保說 學生的權益不會被賤賣 不會像永達這樣子 輕易的就被隨便的轉到其他 都會給地區學校去就讀 那學生要被保障 再者我們認為 在一個重組公立董事會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要先進行 將教職員工的工作 如果這些學校確定不辦 你也要安置好教職員工 這樣子的一個工作權 不論是說他按插到其他公校或私校 這其實是教育部在教師法上面 也應該要執行這個法定的責任